不正确凿 还有假吗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残忍 但这就是事实你必须要面对 苏家做了这种事 你和苏慕云之间注定是不可能的 你终于说出你的目的了 你就是希望我跟苏慕云 永远不要在一起 小枫 你和他在一起会面对更多的痛苦 肯定不会幸福的 好 时间会治愈一切 我愿意帮你 我可以送你去美国读书 读最好的医学名校 帮你逃离这个地方 重新开始 送我去读书 你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你想对他做什么 我们在聊天啊 我在跟小枫分享一个特别重要的秘密 你们怎么来了 都给他做什么 coaching 都是给你什么 都是给人家的丑家的丑家的丑家的姓家的丑家的丑家的丑家了 别怕 小枫 小枫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些 卓先生 我是都市日报的记者 请问卓氏集团一夜之间资金链断裂 其中有什么隐情吗 是我们决策上出现了失误 信错了人 卓先生 您指的是日前与卓氏合作的欧阳集团吗 合作 这就是一场策划已久的阴谋 据说 目前卓氏的高层已经纷纷离职 内幼外患 您将如何应对 我最好的朋友 苏子健夫妇 非常善于公司管理 我们会并肩作战 共度难关 卓先生 那么公司 抱歉 我太太和孩子还在等我 再见 所以 你给我的录音是假的 哥 你搞什么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年 欧阳集团在我父亲的带领下 不断壮大 卓氏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为了解除卓氏对欧阳集团的威胁 我父亲使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商业竞争手段 甲介与卓氏强强联手的民意 势则不断挖空卓氏的骨干 导致卓氏人才近视 资金断链 最终破产 所以录音是假的 这 这浪检查证明也是假的 还有 还有骨权转让书都是假的 所以苏家是无辜的 对不他 苏家夫妇 作为卓氏的合伙人 他们非常信任卓氏集团 他们也非常支持卓氏与欧阳集团的合作 还把很多内部的资料 与欧阳集团互通 他们发现我父亲的阴谋时 一切都完了 我父亲 已经将卓氏逃空 卷卷掌握了卓氏 顾全转让书 是真的 也许 对于卓氏夫妇而言 苏家永远是他们最信任的人 至于其他文件 都是情绪伪造的 对不起 哎 欧阳清选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都是因为你苏沐云 什么 我为了拉拢苏家 特意放低姿态去拜访你们 我第一次在苏家见到你 就对你很有好感 可你呢 连正眼都没有瞧过我 你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那个卓一峰身上